大家好 現在要介紹二階粽子方塊的接法 我之前有出過一個二階金字塔方塊的接法 金字塔方塊跟粽子方塊有什麼不一樣 兩個是一樣的方塊 除了粽子方塊看起來比較圓以外 金字塔方塊看起來比較平之外 其他都是一樣,結構一樣,轉法一樣 所以我們如果拿二階金字塔的解法來解 二階粽子一樣可以解 但是我要說明的是 這個影片我們所用的方法是不一樣的解法 我們之前在教二階金字塔的時候 用的是二乘二的觀念來解這個方塊 這個解法我們會捨棄二乘二的觀念 我們把它忘記它是一顆二乘二的方塊 我們用比較不一樣的方式來介紹這個解法 把它當作粽子方塊的金字塔方塊來轉 這個解法的觀察比較容易 解法比較直覺 解起來的速度也還不錯 算是一個還不錯的解法 接下來我來說明一下 影片中所用到的一些術語 首先我們介紹這個 這個三角形這個叫中心 方塊有四個中心 那另外 這個有三個顏色的 這是角 方塊同樣有四個角 那轉動的部分 有分90度跟180度 那這樣子轉一格叫做90度 90度 那180度 就是這樣反過來轉 180度 OK 那接下來就來介紹我們詳細的解法 轉方塊的第一步就是先把這個方塊 回復成種植的形狀 那以往我們在轉這種方塊 我們可能會說我們先轉第一層 再轉第二層把它回復成種植的形狀 那其實我們還有更直覺的方法 那這個方法就是我們先把 把這些三角形的中心 通常都集中在一起 把它放在這樣子的一個區域裡面 那現在已經有三個 都是三角形的中心了 但是這個還不是 那我們繼續找另外一個在中心在哪裡 在這裡 我們先把它轉到 這個位置 的上面 那這個 三角形中心 要怎麼轉到這裡來 我們先把它移開 然後把 這個位置 移到上面來 然後把這個中心 轉到這個位置 然後 再轉下來 這樣子 四個中心通通都集中在一起 集中在一起之後 方塊就會變成這樣子的形狀 那變成這樣之後 我們做一個 一百八十度的翻轉 那方塊就變成這樣子的形狀 那變成這樣子的形狀 那變成這樣子的形狀以後 再做一個九十度的翻轉 這樣子 就會回復成 種植的形狀 轉方塊的第二步 是先轉 這個方塊的中心 那在轉方塊的中心之前 我們必須要先找一個角 當作我們的顏色的參考 像比如說我們現在找 黃、紅、綠當作參考 那有了這個角 我們才知道中心要放什麼顏色 這裡是綠色 所以這個中心就要放綠色 這裡是紅色 這裡就要放紅色 這裡是黃色 這裡就要放黃色 這裡就要放黃色 OK 所以我們就拿這個 當作我們的顏色的參考 那這時候 在這個階段 我們的轉動 我們不能破壞到 方塊的形狀 所以我們的轉動一定是 180度這樣轉 180度這樣轉 我們不要轉90度 轉90度 形狀方塊 種植的形狀就會跑掉 所以我們要轉180度 那我們 轉180度 來把 透過180度的旋轉 來把這些中心放好 那我們先放第一個 我們看一下 看一下背面 背面是綠色 綠色直接轉180度 就上來了 那這樣子 第一個綠色就對好了 那再來 我們看一下背面 背面是黃色 黃色直接轉上來 黃色就對好了 那再來看 紅色 紅色 紅色在對面 直接轉180度 轉上來 所以現在這個 參考角 旁邊的三個中心 都好了 那三個中心都好了 那第四個中心 是不是也好 一定是這樣子 因為它沒有別的位置可以走了 那這個就是解 方塊的第二步 轉中心 第三個步驟 我們把最後三個角 的位置先轉對 那我們先判斷一下 這個角的位置到底對不對 那這個角應該要放什麼 顏色的角 我們要看中心 黃 綠 藍 黃 綠藍 所以這個角的位置是對的 但是它的轉向是錯的 它的黃色應該要轉到這裡來 藍色應該轉這裡 綠色應該要轉這裡 不過我們現在先不處理角的方向 我們先看位置 那這個角 對不對 這個角有帶一個黃色對不對 但是 這裡都沒有黃色 所以 這個角 放錯了 那這個角 同樣 它有帶一個綠色 可是 旁邊中心並沒有 綠色 所以它也錯了 所以現在這兩個角錯了 其他角都對了 這個角是對的 參考的角當然也是對的 所以現在是兩個角要互換 那兩個角互換 這個是我們換角的基本的公式 那我們會把這個參考的角 抓住 放在左後方 那現在要換這兩個角 那我們第一個步驟先把 這兩個角 轉 90度上來 然後把下面這個 轉180度過來 這樣轉好之後 我們現在又把 中心通通都集中在一起 那集中在一起之後 我們可以轉一個 順時針90度 或者是逆時針90度 都可以 那我們先示範 順時針90度 那轉完之後 再把 方塊 恢復成 種植形狀 那就是下面轉 180度 上面轉 90度回來 轉好之後 我們發現說 這個參考角旁邊 的中心 怎麼又 整個又亂掉了 所以我們再把 這些中心 再把它恢復 我們看一下 那回復的時候一樣 就是 依照 之前轉 中心的一個限制 我們只能轉180度 我們不要破壞 種植的形狀 這個是紅色 轉上來 黃色 轉上來 這樣子 這個參考角旁邊的中心 都恢復了 那我們再來檢查一下 腳是不是做 是不是換好了 綠 紅 藍 沒錯 黃 紅 藍 沒錯 綠 黃 藍 綠 黃 藍 沒錯 所以現在腳就是換好了 有時候我們會碰到三個腳 都是錯的例子 那我們來看一下現在這個狀況 這個腳帶有黃色 可是中心 旁邊的中心不帶黃色 它是錯的 這個腳帶有綠色 旁邊的中心沒有綠色 它也是錯的 這個腳帶有紅色 可是旁邊的中心沒有紅色 所以它也是錯的 碰到三個腳 都是錯的狀況 我們只要做兩次的兩兩互換 就可以了 那我來示範一下 我們先做第一次 那一樣我們把參考的腳 放在左後方 那我們現在換這兩個腳 我們這兩個腳 先往上轉 90度 下面 轉180度 把中心集中在一起之後 順時針或逆時針轉90度都可以 我們先示範順時針 然後轉完之後 下面轉180度 上面轉90度 然後再把中心的顏色對齊 現在這個紅色轉過來對齊 黃色轉過來對齊 那做一次兩兩交換子 兩個腳交換之後 會有一個腳 會對喔 像這個腳 還是錯的 那這個腳 還是錯的 那這個腳 還是錯的 那這個腳是對的 這個腳是黃紅藍 黃紅藍 所以有一個腳已經對了 那這個腳 我們就要放在下面 現在還有兩個腳是錯的 所以我們再做一次 兩個腳的交換 一樣我們把參考的腳 放在左後方 換這兩個腳 往上轉90度 下面轉180度 那這是我們示範 逆時針 轉90度 然後轉180度 然後轉180度 下面轉180度 上面轉90度 回復成中指形狀 然後再把中心轉好 中心 像這個是紅色 轉過來 這個是綠色 轉過來 黃色 轉過來 OK 中心對好之後 我們看看腳是不是全部都對了 像這個腳 沒錯 黃 綠 藍 黃綠藍 這腳是對的 再來 這個腳是 黃 紅 藍 綠 紅 藍 它也是對的 那這個是黃 紅 藍 它也是對的 所以現在腳都對了 我們做兩次的 兩兩交換 就可以把所有的腳 通通都換好 那三個腳要交換的情形 其實還有更快速的方式 更進階的方式 那我們區分成兩種 因為三個腳要交換 那有分順時針交換 跟逆時針交換 我們先示範順時針交換的例子 像這個是 黃 綠 藍 黃綠藍 應該要去 這個位置才對 黃 綠藍 所以這個要到這裡 那這個是 紅綠藍 紅綠藍應該要到 這個位置 紅綠藍 那這是黃紅藍 黃紅藍要去 這個位置 黃紅藍 所以是 順時針的交換 順時針的交換 我們放過來一樣這樣拿 參考角 放在左後方 那我們 抓住兩個角 抓住兩個後面的角 做上 上 下 下 那方塊會變這樣子的形狀 然後我們 轉這兩個角 轉180度 然後再做 上 上 下 下 這樣子 然後我們再把參考角 旁邊的 中心恢復 綠色要到這裡來 我們要先轉到 後面去 再轉過來 然後這個 紅色要轉上來 那現在 檢查一下角是不是換好 這個角換好 綠紅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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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角 黃紅藍 黃紅藍 沒錯 那這個角 也是對的 所以三個角 順時針 交換的方式 就是這樣子 那還有一種是三個角的 逆時針的交換 這樣子的交換 那這個 這個 藍 藍 藍 綠紅 藍 藍 綠 藍 要換到這個 那這個 黃 紅 藍 要換到這個 來 現在是 逆時針的交換 那一樣 我們把參考角 放在左後方 那現在 轉 這個 轉 往下轉 九十度 那這邊往下轉 九十度 然後 這個 凸出來的角 往後轉 一百八十度 然後 再 上 上 這樣子 那現在 中心又被破壞到 所以我們再把中心轉回來 黃色 轉過來 紅色 轉過來 綠色 轉回來 參考角 旁邊的中心 轉好之後 我們再檢查一下 是不是對的 這個是對的 綠 紅 藍 綠紅 藍 沒錯 這個沒錯 這個沒錯 這個是 逆時針 三個角的交換的例子 最後 我們來轉方塊的角 方塊的角 我們是一個一個轉 那轉方塊的角 我們有分 順時針轉 跟逆時針轉 那現在是 要順時針轉 因為 綠色要轉到這裡來 紅色要轉到這裡來 藍色要轉到這裡來 就是順時針轉 那方塊的拿法 就是這樣拿 它的公式是上上下下 那順時針轉的話 會先做右手 上 上 下 下 要做兩次 做第一次 做完是這樣子 上 上 下 下 做完兩次 它就做順時針轉 翻轉 如果是逆時針翻轉 一樣是上上下下 但是這時候 就是左手先做 上 上 下 下 要一樣做兩次 第一次就長這樣子 上 上 下 下 下 這樣子 方塊的腳就轉好 最後我們再帶大家做一遍整個方塊的解法 首先第一步 把方塊回復成種植的形狀 首先把 方塊的中心 統統都集中在一起 現在有三個在一起 另外一個在這邊 在這裡 把它轉到 它要去的位置 上面 然後先讓開 讓這個位置 上去 再轉進這個位置 再回來 方塊做成這個形狀之後 做一個 180度反轉 90度反轉 方塊就成為 就變成 種植形狀 接下來我們 找一個參考的腳 換一個顏色 這個腳 黃藍綠 這個腳 當做參考 然後轉中心 那第一步 像這個 綠色中心 直接轉過來 那這個 藍色中心 直接轉上來 那這時候一樣是 只能做180度反轉 不能破壞到 種植的形狀 黃色轉上來 這樣子 中心 就轉好了 再來轉 腳的位置 這個腳 位置是錯的 那這個腳 位置 也是錯的 因為 中心沒有黃色 對不對 這個腳 位置是對的 因為很明顯看得出來 所以兩個腳翻轉 方塊 這樣子拿 那這邊 轉90度 下面轉 180度 四個中心 合在一起以後 轉一個90度 然後下面再轉 180度 上面再轉 90度 然後再把中心恢復 藍色先恢復 綠色 黃色 再來看一下中心 再來看這些腳 欸 位置對了 藍 綠 綠 藍 紅 綠藍 紅 黃 綠紅 那這個對 我們再來翻腳 那現在這個腳 是順時針翻 所以是 右邊做上上下下兩次 上上 下 上上 下 下 那這一個 這個腳 它是 逆時針轉 所以是左邊做上上下下兩次 上上 下 下 上 上 下 這樣子 這個方塊就轉好了 這個解法是不是很簡單 喜歡我的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按讚 謝謝 五燈 四燈 小運 五燈 下 下 小踩 在 下 秒 上 後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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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